雷神掌欧阳间贼喊捉贼 竟然污蔑金竹刘是内奸灰狼 要金竹刘证明自己的清白 欧阳间要金竹刘去刺杀帅孟雄 证明他不是魏忠贤派来的内奸 帅孟雄即将迎娶史红英 金竹刘早就想要杀了他 索性心意横接下了这个任务 欧阳间见金竹刘重计 心中暗暗得意了起来 夜晚降临 欧阳间带上面具化身灰狼 将金竹刘要刺杀帅孟雄的消息 一五一事告诉给了史白都 史红英偷偷来到门外 偷听起了两人的对话 灰狼准备用金竹刘做诱饵 设下陷阱抓捕江海天和金士仪 而史白都的任务 就是尽快送史红英去西昌 促使金竹刘早些自投罗网 史红英得知两人的阴谋后 心痛的同时有了应对的计策 次日清晨 史红英主动找到史白都 声称他愿意嫁给帅孟雄 让史白都非常的开心 你以前一直都不愿意嫁给帅孟雄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经过这一次的事情以后 我才真正的了解金竹刘 和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 史红英说出他救了金竹刘 却差点死在那些名门正派的手上 现在看来 他和金竹刘根本不是一路人 嫁给帅孟雄无论是对他 还是对金竹刘都是最好的结局 而史红英实际上是打算以身四虎 趁着洞房花竹叶刺杀帅孟雄 史白都心中虽然有些怀疑 可只要史红英愿意出嫁再好不过 话分两头 金竹刘离开盖帮回到江府 将史红英要出嫁的消息 告诉给了江海天 根据金竹刘对史红英的了解 他怀疑史红英是要刺杀帅孟雄 我真担心他会有什么威胁 其实威胁 以史红英的武功刺杀帅孟雄 简直是送羊入虎口 那我们该怎么办 江海天没有回答金竹刘 反而说出了另一的恶号 李敦被魏忠贤所杀 百毒真经的线索又断了 我听李大哥跟我说过 在史白都那边 江海天意识到史红英的重要性 派遣金竹刘去找史红英 画面来到史府 史红英穿上新娘的喜服 在史白都和三大乡主的护送下 浩浩荡荡地前往西昌出嫁 队伍出发两天后 江北发现有人拦住了去路 史白都骑马前去查看 发现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要算计的金竹刘 金竹刘毫不避讳说出来意 他要带史红英离开 不能让他嫁给帅孟雄这个杀人魔王 在史白都的命令下 远海和焦磊围攻起了金竹刘 史红英知道史白都不会放他离去 又担心金竹刘受到伤害 只好飞身挡住远海和焦磊 装作无比绝情的模样 拒绝和金竹刘离去 为了赶走金竹刘 史红英说出他不过是个小乞丐 凭什么会觉得他史红英 会放弃荣华富贵和他在一起 他和帅孟雄比起来 简直连提鞋都不配 在史红英精湛的演技下 金竹刘以为史红英真的已经变心 遭受重大打击愣在了原地 恰好这时仲燕燕赶到 史红英心中松了口气 将金竹刘托付给了仲燕燕 随后转身回到了马车上 史白都没有伤害金竹刘的意思 带领宋金队伍重新出发 留下了痛不欲生的金竹刘 与此同时 欧阳坚在商议攻打西昌城的会议上 再次带节奏向金竹刘发难 他认为金竹刘这个接骨眼上离开江府 很有可能是在向史白都报信 透露出他们攻打西昌城的计划 众长统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欧阳坚对金竹刘有偏见 是在刻意地针对金竹刘 与欧阳坚争辩了起来 好了好了 我心里有数 大家不要乱猜测 一切等金师弟回来以后 问清楚了 再做论断